我的天哪 这样一个AI生成的短视频 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但通过TikTok的联盟行销带货 直接狂赚7万美金 Amazing 那这些视频都是传达一些健康生活的理念 用AI生成画面和配音 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等等 当你看到视频结尾时 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销售某款产品 每当有人点击视频左下角这个按钮 买了这个产品 发布视频的人就赚钱了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的视频呢 木子就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个账号的数据 带你看看他每个月到底赚了多少钱 我们该如何在TikTok上选品 并教你如何制作这一类的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同时如果你对AI打造副业非常感兴趣 不要忘记去我的频道哦 还有更多的项目分享 那首先我是真的非常好奇 这个账号到底赚了多少钱 所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 我们先打开这个网站 那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TikTok电商相关的数据 不过呢它只有7天的试用版 后续就需要付费了 我们首先选择达人搜索一下刚才视频中的账号名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条视频是在去年11月发布的 现在有13万粉丝 然后大家一定要坐稳了 因为我要向下滑看看它到底卖了多少钱 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光是这一条视频就给它赚了36万 我的天哪 那我们再看看它带火的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 那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产品名称很复杂啊 实际上就是个保健品 2月份呢 一共卖了1000多万 那再往下滑 我们可以看到帮它卖的最好的10条视频中 就有3条是用AI做的 真的完全刷新了我的认知 AI视频的带货能力怎么会这么强 虽然难以置信 但毕竟数据都摆在了我的面前 那既然这样呢 我就想要带大家一起看看这一类的视频到底该怎么做 首先很多人第一步的问题就是 我该怎样找到这样的爆款产品呢 比如我们做健康领域 那就得找一些保健品 我们依然回到刚才的那个网站 上方这里啊选择商品的tab 左边类幕里找到保健这个品类 点击提交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卖的最好的几款产品 然后你就选择一个或几个进行带货即可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围绕你选择的这款产品 边写一段脚本来对它进行介绍 我强烈建议大家 一定要去看几个粉丝量比较高的账号 他们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前辈 比如呢我们找一个最受欢迎的视频 看看是怎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插件 点击一下就可以直接识别tiktok视频的文字内容 我们可以把几个视频的文字稿 复制在一起进行对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脚本呢都是四端论 一到两句的钩子 三句和钩子相关的正文 两句和产品相关的介绍 还有一句引导购买 我们可以把这些文案复制到XGPT中 让它模仿这些案例的脚本再写几句给我 好我们看看它到底会给我们怎样的结果 哇它真的给出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完整脚本 那我这里呢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反复重做几次 直到你获得自己满意的答案 那我们展示的账号视频时长呢 都在一分钟左右 画面的切换都是以脚本的逗号和句号为单位的 根据效果 我判断它们都是用Dali3生成的 虽然Dali3的整体效果 我认为是不及Mayjourney的 但是也够用啦 而且因为脚本我们就是用XGPT写的嘛 这样你直接生成图片 就不用再买一个会员啦 那我们用Dali3制作画面呢 共有两种方式 一种啊就是直接让XGPT根据之前的脚本批量生成画面 你可以直接一个prompt让它全部一起生成 但说实话 我非常非常不建议这个方法 生成的时候呢 我把电脑放在旁边 完了20分钟手机 结果回来一看 Excuse me 而且如果你对其中的某一张图不太满意 想要重新生成 又得全部重新来一遍 真的非常崩溃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乖乖的把画面描述一句话一句话复制下来 然后逐个生成 那第二种生成的方式呢 你可以根据每句脚本的意思 自己来写prompt 虽然这样会费劲那么一点点 需要有一点自己的创意 但是啊我认为AI短视频泛滥的阶段 如果连这点创意的步骤都放弃了 那就真的是失去自己的特色 你也可能很难脱颖而出 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制作这个视频的配音了 依然用到我们的老朋友11labs 我相信啊如果你是我频道的忠实观众 一定非常熟悉这款软件 那我们打开它把脚本复制进去 选择一个声音 generate OK完成 非常简单 那现在呢我们有了画面 有了配音 就需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我们这里啊打开capcat 也就是国际版的剪映 注意不是国内版的哦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capcat呢 等会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把之前生成的图片和配音 依次拖入capcat中 那我们根据音频的内容 对齐视频画面 我觉得这个配音 句与句之间的间隔呢 是有点长了 所以可以手动剪辑一下音频 然后画面比例需要是9比16 也就是竖屏版 接下来我们为了让画面更有视觉冲击 可以加一些动画效果和转场 关于这方面呢 没有特殊的需求 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添加就可以了 但我一般不建议那种特别花哨的 实际上只要zoom in zoom out 这一类的效果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参考视频的字幕 几乎都是一个词一个词出现的 我之前和大家说的方法是 逐词把它们分开 但现在我发现当时的字迹实在是太傻了 最近我发现capcat的字幕动画有这个captions的选项 比如像这个效果就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断句了 是不是很方便 这个呢也是我之前说不用剪映而是用capcat的原因 因为我发现剪映好像还没有这个动画 除此以外呢 我还给大家推荐一款手机端的app叫做Vid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 好像是只有非中国大陆的苹果账号可以下载的 大家如果需要美区的苹果ID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的这两个链接购买 那Vid这款软件啊 它也是有网页版的 可我对比了一下呢 还是手机端的功能更全面一些 我们打开V选择刚才制作好的未添加字幕版本的视频 识别字幕后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不同的动画效果 是不是这里的效果就很有奈位了 然后点击右上角 我们还可以改变里面的具体配置 比如字幕行数长度等等 当我们完成视频以后呢 我再带大家拓展一下思路 比如我们除了做英文的视频 是不是还可以同步做不同语言的 做个矩针号 一样可以全世界卖货 那既然我们已经做了短视频 那除了发TikTok 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一下YouTube Shots Instagram Reels 现在他们都是支持联盟营销的 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个人的角度 我们再来转化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产品的owner或者是营销人员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式 来帮你拓展营销的渠道 直升销售业绩呢 所以啊实际上赚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AI时代下呢 更是拓展了我们的可能性 比如过去个人无法做的AI动画 现在人人都有机会实现 或许需要做两天的视频 现在两个小时就可以帮你搞定 我相信啊 未来淘汰你的不是AI 而是那些会用AI工具的人 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遇 为你的人生探索更多的路径 那希望我提供的AI商业实战攻略 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在里面呢我不仅分享了AI工具的使用方式 还有AI如何替你减轻工作量 如何帮你打造个人的IP等等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 查看课程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的路径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了